第2323集 大结局下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呼来啊 我要叫了 紫邪情红着脸 剁着脚 外面还等着用生命之拳呢 你快 话音未落 已经被楚洋用嘴堵住了樱桃小口 只听耳边的男人说着 叫什么叫啊 我看你拿什么叫 傻妞 生命之拳怎么会没有呢 这是本精灵皇让他们骗你们的 现在外面正在努力干活呢 咱们也得努力干活啊 紫邪情满脸通红 莫青五在一边压的一声捂住了脸 只觉得浑身都发起烧来 你 你混蛋 紫邪情全身贪软 无力推举 脸上如同要着了火了 混蛋就混蛋呗 楚瑜做无赖的说道 我不仅是个混蛋 我还是个流氓呢 就要对你们耍流氓了 怎么的 你叫啊 你倒是叫啊 就算你叫破了喉咙 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咱对你耍流氓 那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紫邪情音音一声 却不知道被碰到哪里的敏感处了 浑身更加发软 莫青五见状 大惊失色 扭头就逃 一遇远离祸水 慌慌张张的说道 那边好忙啊 我得出去监工 却被楚洋一把抓住 忙 忙什么忙啊 哪里为这边来的紧要啊 小妞儿 你也别想跑 这段时间 你们俩商量好了 躲着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今天我要是不教训教训你们 以后在这个楚家 我这个一家之主的地位 如何还有半点不演啊 美女啊 本大色狼来了 随即 就是一阵的娇沉 挣扎 随即 此处省去八百万字 九重天阙 仍就是九重天阙 但各位天地 在位时间 变成了短短的五十年 五十年中 九重天阙发展飞快 就连之前 恍如不毛之地的紫霄天 现在也变得城镇林立 繁华多多 这天穷枭玉座 楚阳心有所感 突然召集众兄的意识 商量完事情之后 就在同一天里 无伤大帝 独行大帝 穷华大帝 神龙大帝 天机大帝等等 纷纷宣告 辞去自己天地之位 善让给别人 然后这十几个人 同时从九重天阙 失踪了 连带消失的 还有他们的 妻子儿女 一干的家人 不要怀疑 五十多年 没有子女 那还了得 完全没有人知道 他们去了哪了 有人找到 东皇和妖后隐居的山谷 希望问个究竟 可这两位神仙眷侣 也完全不知道 楚玉座他们 到底去了哪了 楚阳 紫邪晴 莫清武 铁补天 乌倩家 顾独行顾妙龄 莫天机楚乐儿 董乌上莫勒尔 谈谈谢丹凤 继莫 忽颜奥波 罗克迪四娘 谢丹琼梅夫人 奥邪云 再也没有人见过 这些传奇人物的身影 整个九重天阙 开始著书立传 传送他们的功绩 然后 在不断的资料汇总 和天机情报部 有意的泄露一些 当年消息的情况下 世人终于从各个方面 开始了解到 这些传奇人物的 点点滴滴 原来 这些大帝们 于楚玉座 原来 原来 不愧是传奇 不愧是传说 那根本就是神话 所有了解到 他们生平事迹的人 无一例外 都这么说 九重天阙 整整一座山脉 被三百位圣人 巅峰高手 河丽 锤炼 成为一座 高耸入云 却不可破坏的 灰红石碑 若要想破坏 这块石碑 除非这个人的力量 超过三百位圣人 巅峰高手的 力量总和 而这样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注定永远不会出现的 这座石碑的名字 就叫做 欲坐雨露 楚玉座一生之中 说过的话 都被人搜集起来 挑选其中一些经典句子 雕刻在上面 供后人膜拜 而在收集的过程中 包括每一个看到 这个石碑的人 都由衷的感觉到 在处于座一生传奇之中 最注重的 最不可缺少的两个字 那就是 兄弟 兄弟是什么 兄弟不是什么 兄弟就是兄弟 我希望我在巅峰时 我的兄弟也在 我不会寂寞 我也希望 我的兄弟在巅峰时 我不会让他寂寞 我和我的兄弟 不管走到什么高处 都不会高处不胜寒 我希望与我的兄弟 打拼出一世荣华 打拼出千古传说 我更希望 若是千百年后 我们能够成为传说 我希望我的传说中 有你 若你成为传奇 那我希望 你的传奇中 有我 因为我们是兄弟 终生不会辜负 兄弟这两个字 终生不要辜负 兄弟这两个字 又过几十年 楚阳等人 悄悄回返九冲天阙 除了和相熟的朋友们 见见面之外 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当年的英雄 竟然曾经回来过 重履这片大地 可所有和楚御座 还有这些大地们 有关系的那些人 却在他们这次回来之后 统统消失不见了 应该不是统统 因为还有一个人 没有消失 只是现在 大家却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人 唯一例外的一个 直到若干年后 九冲天阙 再次发生动乱 普天之下 形成了一股席卷十方天地的 末日浩劫之时 终于有一个人 挺身而出 消灭浩劫 平定了九冲天阙的浩劫 而且这个人 以无可争议的实力 踏上当年 除了楚御座之外 再没有人能够被公认的位置 寓座之位 这时所有人才知道 这位新的铁寓座 居然就是当初 楚寓座的儿子 时光悠悠 纵过无痕 光阴弹指 早已不知过去了多少年 楚阳等人 在茫茫宇宙之中 成为了一个时空过客 大家有时聚在一起 有时以各自的家围单位 分散开来 自行其事 若是彼此想念了 一个念头传达各处 大家就再聚一聚 对于众人而言 这却是很容易的事情了 而在这段悠久的岁月里 众人的修为 也都在逐渐的层层拔高 渐渐达到一种 修行中人 也无法理解的境界 可楚阳等人 始终坚信一句话 大道无尽头 我们只需要往前走 不断的往前走 我们不需要去考虑 自己的目标 我们不能理解的境界 不代表前人不能理解 更不等于 后人也不能理解 直到有一天 墨清武在旅行中 意外的与一个神秘的怪兽 展开战斗 星梦清武刀随意的一刀劈去 竟然一刀劈落了数百颗天空中的星星 这时大家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修为 已经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又一日 楚阳带着他的媳妇们 来到一个前所未有过的星球 那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风景如画 楚阳从来没有到过这儿 却莫名地感觉到 这里仿佛很熟悉 似乎这里就是自己的家 那么一种感觉 所以干脆就在这住了下来 这一住就是几十年光景 直到有一天 正在海边钓鱼的楚阳 突然感觉到一阵古怪的波动 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白衣青年 居然湿湿然地站在自己身后 斜着眼睛看着自己 喂 小子 你是不是想要跟我打架呀 这个突然到来的家伙 身材奇长 英俊无匹 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美男子 但却满脸的邪气 满身邪气 从里到外 留意着一股无法无天 肆无忌惮的感觉 楚阳并不迟疑 并无惊讶 从容微笑 缓缓地拔出剑来 这一战 我等得好久了 也等你好久了 既然久等 那还等什么 来来来 就让我叫醒叫醒你 咱们从天上打 让你知道 什么是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话音未落 两人已经去到了九天之上 楚阳亮剑 请 真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岁月 楚阳不曾再现九节剑了 久违的九节剑再现陈桓 可是还没等到九节剑再现锋芒 严格一点话说 楚阳的话音还未落下 白衣青年已经发动攻势 居然是一招偷袭 楚阳一个跟头翻出去 怒道 我去 你这种层次修为的 居然还玩偷袭啊 你还要不要脸啊 简直匪所思 这家伙的修为 分明已经高深莫测了 自己与他正面交战 那都是输多赢少 就这么强大的一个家伙 居然对自己还使用偷袭 这可真是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真正就没有想不到的事情 这 但凡能省点劲的时候 那就省点劲了 白衣青年脸上居然全然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物资邪气凛然的说道 这个事件上唯一有一点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楚阳问道 是什么 我靠 你又偷袭 扑的一声 屁股上居然又挨了一脚 原来这家伙故意用言语吸引楚阳注意力 却又来了一记偷袭 这一个分身直接从背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脚踹在楚阳的屁股上 这脚可是真狠啊 直接将楚阳踢出去了数万里 太久太久了 楚阳已经无敌太久了 当真已经太久太久 没有这么狼狈了 还在翻腾之中 白衣青年已经追了上来 嘻嘻笑着说道 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自己要爽 饶视楚阳的修养 已经到了宇宙在眼前毁灭 也不会动容的地步 此刻经不住一阵无语 既然如此 那咱们就正式开打吧 说着一拍手 兄弟们 大家一起动手 揍着牙子 把这个弄翻了 使劲弄 一声号令之下 孤独行 董无伤 谈谈 墨天机 谢丹琼 奥歇迎 寂寞 瞄不通 大队人马突然从虚空闪现 全体上下浩浩荡荡 招呼也不打一个 直接开始围攻 不 是围殴 白衣青年健壮 不由得大惊失色 哎呀 我操 楚阳 你压得真不厚道啊 口口声声快 我偷袭呢 哎 你居然自己在这布下强大的埋伏阵容 你还要点脸吗你啊 哼哼哼 在这个世上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自己要爽 你学得到快 算你了的 白衣青年文言一正 顿时就哈大笑 他一仰头 一股屁腻天下的气势 从他身上猛然间爆发出来 楚阳 你记住了 老子就是君莫邪 这种凌驾古今的气势 让众人都不由得心中一震 悠久的一生中 韦石再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 能有这种气势 一时间为他的气势所设 竟然根本无法出手 就在这时 一个人黑黑一笑 突然一闪身 出现在这位君莫邪的面前 突然间惊呼一声 一脸的震惊过度 君莫邪也感到诧异 怎么了 这人震惊的问道 你看我帅不帅啊 君莫邪愣住 什么 谭谭弃而不舍继续追问 你看我是不是帅呆了 君莫邪眉头一皱 你一边去 谭谭大怒 继续震惊地问道 你看我帅不帅啊 到底帅不帅啊 你凭良心说 我帅不帅啊 是不是很帅啊 你说话啊 你说我帅不帅啊 君莫邪眉眼抽搐 刹那间居然有些凌乱 楚阳等人顿时就东倒西歪 谭谭这货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刻 出乎预料地打破了僵局 只听着在不长的时间里头 谭谭已经无理取闹 杂起杂巴地问出去了三四百句 到底帅不帅来 你凭良心说 你摸着自己胸口说 你到底说我帅不帅啊 君莫邪愣了半晌 仰天长谈 我的天哪 刹那间 一代邪君纵横天下 从来未尝一败的邪制君主 居然对此无耻之徒 束手无策 谭谭还在喋喋不休 你说我帅不帅啊 你别走啊 你要跟我打架可以 但你必须跟我说明白 我到底帅不帅啊 你别跑啊 我到底帅不帅啊 我是不是比刚才更帅了 说话啊你啊 哎哎回来 听众朋友 傲视九重天故事 到此 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收听 咱们 新书再会